海洋大軍整盞餐桌 白唱一歌 大頭陣 外皮焦脆 肉質鮮嫩 淋上醃莓汁 鹹蒜帶甜 超開胃 波大哥 肉質緊緻 辣椒洋蔥檸檬汁 甜滋味 酸辣鮮甜 層次豐富 還有還有 粒粒分明的 SO醬炒飯 也不能錯過 新鮮蝦仁 簡單調味 入鍋油炸備用 吃的蛋酥 SO醬蛋酥炒漿 白飯皆是入鍋 主廚以鍋勺搓 搓壓再配合帥鍋 讓飯粒粒分明 最後熟蝦生菜絲添口感 炒飯乾爽 粒粒吸附醬汁鹹香 蝦肉鮮Q 高麗菜絲脆口 還有一道老客人必點美食 火上薄粉的石斑魚 一塊塊如果有炸 主廚時不時撈起甩動 肉塊才不會 兩色味 直到表皮呈現 金黃色 爆香過的麻油老薑片 加上醬油 和各式調味料 以大火不斷滾煮 直到細小泡泡不斷竄出 再放入酥炸後的石斑 煮出一炮一劍當中 肉塊慢慢吸收醬汁精華 最後以九層塔增加香氣 三杯石斑醬香外溢霸氣登場 完美收汁使肉塊外鹹香 皮尾酥 肉質紮實又嚼勁 卻不乾柴 是二代老闆爸爸的那手菜 都說我老三組的這個三杯石斑 不管是顏色啦 味道啦 吃起來口感真的都非常的好吃 但是就是少了一個味道 我就請我爸爸來做 做了之後那客人說 奇怪還是少了那個味道在 我不對 這我爸爸做的 這樣對喔 這樣就是這個味道 就是習慣爸爸的味道 那一份對老滋味的情懷 讓二代老闆動容 原本沒有要接家業的三兄弟 在情感與不捨的促食下 紛紛自去工作 但一間餐廳三個掌門人 重要決策該聽誰的呢 他老婆的哥哥在澎湖有漁船 所以他們我們就有海鮮的來源 所以這方面採購的部分 就交給我哥在處理 那剛好我學的是設計方面 所以像外場的一些行銷方面 我本來就比較喜歡講話 所以這些客人的這些 就是我來處理 那我弟弟他本來就對吃的 比較有興趣 我爸爸的功夫都是交給他 三兄弟各司其職 內外分工 絕不因生意好壞而吵架 一心一意 只想把爸媽辛苦一輩子的好料 一道道重現 再加入新元素 不只要給客人懷舊滋味 還有滿滿的新鮮感